我這次擔任的是阿翔 阿翔呢 其實他是一個比較 沉一點的人 他的個性其實他很 很悶然後很 憂鬱 那他又不會表現出來 尤其對家裡 他對家裡就是 因為他從小他的媽媽 改嫁到另外一個家庭 當他媽媽改嫁的 這個男生 一起又生了一個小孩 也就是我 同母義父的妹妹 阿翔發現他自己 意味開始動搖 漸漸開始一直變一直變 甚至於他對媽媽不滿 我覺得他會 在自己的內心裡面 除了很厚的一道牆 沒有安全感 不安 開始整個人急躁 煩躁 所以他就開始自己封閉 很憂鬱 但他對外面的朋友不會 反正兄弟 你有什麼問題我幫 他欺負你 我欺負回來 我們看誰的拳頭大 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不是對的 其實他覺得是對的 那最後呢就是會 有一些很後悔的事情發生 到底在幹什麼 為什麼你不用到 工作的地方說要找下人 還對我罵髒話 我幫他去你們公司 走出來的時候 也被人家推倒 到底在造什麼孽啊 請不要把你們的青春 把老天爺給你們的生命 利息 還有天賦 全都給浪費了 可以嗎 翻上 翻上 我先打試試看 反正在撞一下 要打開 他到底怎麼樣 千萬不要錯過好戲 盡情鎖定公共電視 刺蝟男孩 隨便看 吃的時候 每個人都能搶成 你不是 吃雲 我跟這條 我看你 知道 你們看 你不接受的